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 翘脚坐的问题 翘脚坐会产生什么问题 因为翘脚的时候一般盘骨会升起 会令到里面盘腔的压力有改变 不是正常 会引致里面的腹腔 膀胱 甚至乎尿道 都会有一些压力扭曲了 这样的话可能会产生一些不适 譬如坐在这里觉得坐来坐去都不舒服 跌完左又跌右 跌完右又跌左 如果这样的话 我奉劝大家不要再跌脚了 如果我们这样的话 可以怎么坐呢 一般坐的时候 我们会坐在一个叫座骨 座骨就坐在一张椅上 你直接感觉到 当然我们有屁股有些肉 天然屁股可以包住它 坐完之后 脊骨和屁股是90度 然后大腿和膝膀垂直也是90度 而脚腕也是垂直90度 如果有一个拼帽的话 我们可以像一个关公 坐姿地坐在这里 那就最理想了 这样的时候 身体就会比较平衡 用力比较少 相对对脊骨 盆腔 甚至身体的压力都会减少 和肩膀整个人都会比较轻松的 好 你有什么 在买药 我认为你过去的 我认为你适合 你这种情况 就来吧 我认为你自己的